后膝在手的尺侧 微卧拳 当小指本节 第五长指关节 后远侧 长横纹头 赤白肉记处 如何取穴呢 微卧拳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第五长骨 小头的后方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一个地方有皮肤 褶皱凸起 其间团处 即逝 这个地方我们会按到 有点酸酸麻麻的感觉 我们就按摩三到五分钟 后膝为守太阳小肠筋的束穴 又为八脉胶会穴之一 痛于堵脉小肠筋 后以前相对 指穴内气血运行的人体部位 为后背堵脉之部 膝是指 穴内气血流行的道路 后膝的名字 亦指 穴内气血外形与腰背的堵脉之部 堵脉主义身之阳气 阳气旺则全身旺 作为八脉交汇穴 后膝穴可以和人体其他血脉沟通 临床上颈椎腰眼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效果非常的明显 其功效 其功效有苏筋力鞘 宁神之功 后膝之功效 一 有通赌镜之效 本穴为八脉交汇穴之一 通于赌脉 赌脉 上额交点上 入若脑 顾本穴有极强的 镇静 安神之效 兰江副记载 后膝制堵脉病 顾本穴可以治疗神智类的疾病 用于抑郁症 抑郁症 躁狂症 癫症 穴疾 脚弓 仿脏 筋风 静卵 等病的治疗 是治疗神智病 止静的药穴 临床操作时 我们可以 痛向劳工穴 能加强 镇静 安神的功效 二 治疗 颈肩 腰腿痛的 常用药穴 本穴是 手太阳 小肠筋的 宿穴 宿 主 体重 节痛 手太阳 经脉在肩部 广发 巡行 出肩 节 烙肩甲 胶肩上 因此在古代 本经 脉被称为 肩脉 是治疗 肩颈痛的药穴 根据手足 太阳为 同明经 同明经 同气 相求 后膝为 八脉 交会穴之一 通于 堵脉 根据 以上 循行 原理 足 太阳 堵脉 寻习以腰背部 故后膝可以治疗一切腰背之极 腰背为 堵脉和膀胱经脉所寻 根据 痛则不通 通则不痛 真知本穴 使气质并所 行气血 而通经络 即经脉所过 主治所及 故通调 手足太阳经脉 及堵脉之气血 尤其对于 急性腰扭伤 作用特效 在真视的同时 会呼唤 患者 活动 患处 达到立竿 见影之效 对于长期 对着电脑工作 或学习的朋友 每过一小时 就把双手后膝放在桌炎上 来回滚动三至五分钟 可以缓解调节 长期腐按或电脑 对人体带来不良的影响 三 治疗头面五官疾病 手太阳小肠经 在面部 往伐分布 上夹字 目 锐字 确入耳 其枝 别夹上 镯底鼻 字 目内 字 脚落于全 根据经脉所行之用 对面部疾病 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如面瘫 三叉神经痛 面静卵 均有良好治疗效果 后膝是守太阳之疏 疏足体重节痛 固对疼痛有效 后膝又通肚脉 肚脉有镇静之效 所以有镇定止痛之功 当治疗静卵疾病时 后膝痛劳工的效果更加显著 四 有轻湿热的作用 本血是小肠经输血 用之可有轻力小肠湿热的作用 小肠为分水之关 固能去湿 临床常用于黄胆 小便吃射 戒疮等 五 有截表轻热的作用 太阳主表 主开 故后膝有轻热 宣扬截表的功效 临床对扁桃体炎 鼻拟 角膜炎 脉力肿 耳鸣 耳聋 倒汗等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好 大家已了解后膝的功效吗 喜欢视频的您 请给予赞 留言 分享 订阅 和开启小铃铛 以观看更多的视频 感谢大家 再见 再见